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上礼拜主要是讲到有关 就是利用Excel里面现有的功能 做一些网路资料的取得 然后并且做统计分析 那里面的话当然主要是利用 这个数据分析表 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相对可以发现数据分析表 其实已经相当的好用 但数据分析表其实还是可以在结合VBA 其实如果你要做自动化的这个报表 跟这个图表的话 那其实可以在结合那个VBA 两者之间可以做搭配 如果你是在那个Python里面 要做像数据分析的这相关功能 可能就是要用一个Pandas的一个 这个外挂 那当然相关的影片也在这边 那当然这个上面的话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一些状况 那其实也可以直接就是上面可以 其实可以留言 就是影片下方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今天的话这个相关的东西呢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的第一个单元 你把它打开 就是之前上课的 那里面当然包含就是到底台北市住宅切到案件 哪一个地方是最多的 那当然我们有利用一个录制聚期产生这个对应的程式 那其实最重要的地方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利用这个物件 叫query table 也就是以后你录制完之后你其实不用重写了 有些东西呢 直接拿来修改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地方 它抓取的话是一个tester tester就是里面的文字资料 那后面其实给它一个网址 所以这个网址将来呢 你如果说你要换成别的资料 你其实只要改这个网址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 放在哪里 它的destination 它这个将来把这个资料 放在ecel的哪个地方 那你只要给它一个range 哪一个储存格 那其他的话基本上 这些这两个substack data要不要一定是true 这两它什么adjust column 要不要自动调蓝宽 那其实像这些 这些参数其实都可以删掉都没关系 主要不能删的大概就是语系 语系950的话就是它如果是用那个 BIG FILE的话 就是它如果用 本身是用那个eSale来存存成csv的话 那一定是950 如果说像它不是用那个eSale 像可能它是用什么openoffice 或者是用google的四串表做出来的话 那可能就是UTL8 UTL8就是65001 这个pattern forms 这个参数可能要改一下 否则你汇入资料的话 那可能就会是乱码了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还有就是说呢 因为什么呢 这个csv的话一定是逗点隔开 所以这边有个用comma comma的话是逗点 是不是用comma去把它做分割这个一定要true 否则它没办法帮你做切割 那你就可以把资料切割下来 那就可以去分析说 它到底哪边的切案比较多啦 那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 那还有就是说呢 我怎么去切割我要的资料 那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我有把那个相关的范例放上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改一下啦 所以这个这个资料来源 其实主要是开放资料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我好像上个礼拜有提到 你这边可以打一个开放资料 那其实开放资料就一堆的资料可以让你练习了 包含政府的开放资料 台北市 比如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那我这边是找到那个切到 切到案件 OK 那我想知道 到底这边哪边切到案件 比如说上礼拜还有 这个汽车嘛 甚至还有是抢夺 还有强盗 机车等等 那如果说你上礼拜东西 你要再做另外一个 这个练习 比如说机车好了 那当然喔 之前可能还是需要什么 去找到它的连接 然后把资料下载下来 以前如果你不会的话 就是你要按下载 下载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档案下载 然后再用 下载之后它是一个CSV 然后你再用那个Excel 去把它开起来 然后再去做练习 但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假设你不想要什么 不想说就是点击下载再开起 而是说我的顺序是直接 在Excel里面呢 就把资料从网路上捞下来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喔 你就直接开一个空的Excel档 然后呢 那在这边的话呢 其实主要是利用资料里面的那个 从文字档汇入啦 那或者是说呢 如果之前我们有录制聚期的话 你其实可以从开发人员 找到Visual Basic 然后呢 第一步就是一样 先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部分的话 直接就拿那个 我们之前在云端上面的 这个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 第一个单元的 这个录制的聚集啦 这个聚集部分呢 直接就把它Cold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Sub 从这个Sub 一直Cold到EndSub Ctrl-C 其实就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因为基本上 它的架构都差不多 只是把住宅改成什么 改成机车 然后还有哪些地方要改 其实有点像范本嘛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网址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其实蛮长的 从这边 特别说要改的话 从分号后面一直把 一直到哪里呢 双引号的前面这一串 就是分号到后双引号 这个地方 去拿另外一个网址 哪个网址呢 就是刚刚这个 你按下载是点击下载 那如果说你想知道说 它的网址在哪里的话 你按右键 不是按左键 按右键 它会出现有一个复制连接网址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知道 想要知道它背后的这个连接的话 其实主要就用这一招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这还蛮常用到的 你不是说点一下它下载 而是说你想知道 到底这个档案是放在那个网路上的某一个 哪个位置的连接哦 其实就这一串 你就把它按右键 直接复制它的连接 那你会发现 我这边直接按右键贴上去 我不要执行 你会发现就这么长一串 它就放在哪里呢 http 这个server上面的 DataType 然后API 哦一串 叫什么 Get Dataset Information Download 后面其实是一个问 问号是实行ID啦 所以它的ID基本上就这一串 没有啊 应该到哪里 到这里 后面的话是什么 RID 所以它有两个参数啊 一个参数是ID 一个参数是RID RID是什么 当然 这个这个上面没有讯息 我就不知道 没关系 那就 把这一串怎么样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刚刚我们录制的 Test这个分号到 后双引号的部分 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贴上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等同于呢 我们是要直接去下载 机车的切答案件 那你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其实不用改啦 一般我习惯是留下 最需要的部分啦 其实像这两个可以不用啦 然后这个其实什么 File Start Row 1 这个也不用 预设就1嘛 然后这个 Smart Pass 这个也不用 其实一般我大概就留下三个 大概就是 哪一个蓝 然后哪一个Comma 连这个其实应该也不用 它这个意思是说 哪一些蓝是要的 要的话是1 不要是9 如果说你完全不讲 那就全部都要 所以全部都要 那等于不需要 我印象中大概 留下这三个应该就够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哦 如果我要把之前做的 通通都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那我这边按F8 F8就主行 F8 然后这一行 它已经过了 然后PatternFonds 是950 就UTF8 然后 再来的话就是那个什么 Comma是True 然后Refresh就真的抓下来 抓下来在 Background Query 是不是在背后执行了 OK 它执行 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它应该就会把 那个什么 刚刚本来是你点选下载的资料 直接呢 就下载到什么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 就不需要说呢 你还要特别 到它的网站 然后找到那个连结 点下去下载 然后再去开Excel 比如说 这些动作呢 其实都可以 直接就在哪里呢 在那个Excel里面 全部就完成了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你资料是在社会上 你就做好 等于是 就做一个SUB啦 不过你想说 老师那这个SUB很麻烦 我可不可以 将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在这边插入一个按钮 然后就机车下载 然后按复制 把这个名称 直接就把它加一个按钮 到这里来 那如果说呢 当然你要从 每次要重新下载的话 那理论上 因为我已经有写那个删除程式啦 所以其实你不用写没关系 你就把它按下去 有没有 它就取得了 那你下一次再按一下 它等于是删掉旧的 我这个程式第一行是 Sales.clear Sales.clear 意思是说 我把游标选取全部储存格 就是Sales 然后点Clear 就是把它全部删除 所以如果我再点一下 它会把旧的再删掉 然后呢下载最新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你希望 让人家直接就去抓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就是说还要让他来去点击哪个网页的位置 然后呢下载之后再用Excel开起来 才能看到你要的东西 OK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那再来当然我们就统计 统计什么 比如说这边的话 再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区嘛 比如说统计哪一区的机车按键 失窃率最高 然后再插入一个什么 在这边点击它 再插入一个 也许我要知道哪一条路嘛 不过路的讯息的话 有路跟接跟到 有没有 路接接到 OK 那这个讯息的话 怎么去切这个资料过来呢 那当然你就可以 接区比较简单 区的话是 还记得吧 用文字直接抓第四个字 到第六个字嘛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MID 然后这个TES 第四个字到第六个字 不是第六 第四个字 总共几个字啦 总共三个字 OK 不是六个字 第六 第四个字开始 中三区嘛 然后区几个字 三个字 OK 然后按确定 这样的话区就出来了 那路接到的话比较麻烦 路接到的话 因为它的逻辑 变成说 我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它前面的这个字 有点像你要的资料是在这个林申北路 那你前面的这个字 理论上大部分都是区啦 有没有 这个是区 前面前面几个都是区 前面几个都是区 但是有一种情况说它有理 这边有理 如果有理那你应该怎么 你就不能从区开始切了 不然的话它会出现福心理 字强接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变成如果它有理这个字的话 那你就从理的下一个字开始抓 还有呢底下应该还有零吧 有些应该还有所谓的零 哪一零嘛 那如果有零的话 应该抓那个零 零这个开始 如果你这个规则对的话 那头一个字就OK了 所以先零再里再区 OK底下看 这里面 那后面这个字的话 可能是路 可能是接 也像这个都是路比较为主 这个接 安泰接 那如果有道 市民大道的话 那就要用道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当然你如果说 直接要拿之前的规则来用的话 其实如果之前有写过的话 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拿那个之前的这个 这个这个 VBA程式 直接可以拿来用 有没有先找零再找里再找区 要不然就是有路就先找路 没有路就找接 没有接就找到 OK 最后呢有一个A有个B 然后把A跟B A的部分的话 就是它开头的位置 那必须有前一个字 应该是什么 找到的位置 是放在A 然后把它A加1 A加1什么 就是它下一个字的意思 所以用MID把那个储存格这个储存格地址里面的找到前面的这个位置加一个字 那到底要几个字呢 几个字就是从结束位置就是说它的路接到的位置 再减掉 如果有零就是找零的位置 那比如说像这边就是意思说我从 这边假设是以这个规则好了 那就是找找到这个字的位置 减掉这个字的位置 那其实就是中间这边的位置 OK 比如说你看这个是六个字嘛 然后林森北路 刚好路的话是第十个字 对 然后区的话呢是第几个字 第六个字嘛 那我要几个字 四个字 所以就是把十减掉六的话 就等于是四嘛 那就刚好四个字 OK类似像这样的规则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产生这个路接到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之前有写过的话 那你其实 比较聪明的办法 直接把这个Ctrl C一下 因为如果逻辑都一样 那 除尘格位置也一样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把它贴过来 然后 不一样的地方应该这里 For i 等于第2列 到3008 我看一下 Ctrl 向下 这个是508 所以你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位置 改成508 或者是说啦 你干脆用追踪的 因为这个这个数字如果 假设说以后 都会不断变动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游标 类似放在 我们的那个什么 A1的位置 然后让他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就是 Ctrl 键按住向下 他就跳到 最下面 然后列目前停在508这个位置 如果你要把同样的动作改写成 VBA的话 其实就这样 打一个range 哪一个储存格 A1 所以里面放个字 字串 A1 就告诉他说 我现在呢 游标先帮我把它放在A1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有一个属性叫做and and的话就是说呢 这个范围的 这个范围到哪个边界 and and 然后前刮弧呢 意思是说你要哪个 哪一个方向 那因为我刚刚是Ctrl 键按向下 所以呢 Ctrl 向下的话呢 对应到的属性 就是and加一个 XL down 有没有 那如果你Ctrl 向上的话呢 就XL up Ctrl 向左 有没有 Ctrl 向右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他就可以追踪什么 追踪 某个范围 他里面到底 他的边界到哪边 所以这个 把它选取 然后 后刮弧补一下 这件事就是说 跟刚刚做的 有没有放A1 Ctrl 向下 但是向下之后呢 其实我要取得什么 取得的是这个数字 508 所以你要怎么取得这个数字 很简单 你直接在这个程式里面 再加一个属性 叫点落 因为 这个属性其实就是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 508 就刚好放在这个 点落这个属性里面 所以呢我只要再加一个点落 就可以把508 这个讯息 带过来 那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 以后如果这个 范围有变更的话 那我其实就不用再重写了 否则的话有时候 程式 贴过来 每次要改 那麻烦 OK好 那这样的话做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 我们这个地方的资料 应该就做完了 甚至你可以再增加一个按钮 我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这样大小一样 再按右键去修改他的 这个名称 比如入街道 然后把它改一下 这边 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全部出来了 理论上 只要他里面的 规则 不要是那种 怎么讲 就是可能是那个 他的那个资料有 地址有错误的话 那理论上这些资料 应该就是OK的 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问题 有一个地方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这里 这里为什么有问题 对这就是 所以这是因为人工的关系 这是公务员 他在做资料的时候就错了 所以怎么办 你可能就要帮他做修改了 甚至他那个什么 他这个资料上面好像也有 放这个的什么相关联络资料吧 还是什么 甚至你还可以没有给那个 承办人员跟他讲说你这个资料 有错误了 OK 我想他们应该也会马上把它做修改 因为他们 做这个资料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用的人不多 所以 反馈的也不多 他们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有出错 这个也是一样 中山区 什么 怎么又是五谷区 这什么什么东西 中山区 五谷区 五谷现在已经列到台北市的中山区里面了 这样经费会变多 这边会越来越繁荣 那边这边附近会不会开酒店 所以这一笔资料应该是有错的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可能 承办人员 那时候精神恍惚 还怎么样 OK 好 那其他的话 所以这个 这笔应该是 可以讲应该是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他应该是 新北市的啦 其他应该 我想 这个 这个有错 刮壶 这什么 机车窃的 对 机车可能他窃窃的位置 他还 还会有可能 洛阳停车场 所以这个这个怎么怎么规 不然就是说 这个可能就是 在在额外的 像这个就有 他又刮壶 这怎么办 如果有这种规则的话 你可能要再多写个逻辑了 OK 好 那如果说啦 假设看了一下都没问题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直接就是分析出来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从那个107年 到109年 总共大概 快三年的时间 台北市的失窃案件 只有 50 507 只有507 笔资料 OK 扣移也506 OK 506 笔资料 你看 总共大概快 大概应该差不多900天 快1000天好了 也就是说 大概两天才一台摩托车的失窃 这个比例算高吗 应该算非常低了吧 你看 全 台北市有多少机车啊 来来去去 一天 恐怕至少有 200万台吧 然后一天里面呢 只有0.5起 的失窃案件 哇 应该是 应该是 非常 治安应该算 非常非常好了吧 那哪里失窃最多 所以如果想知道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然后直接把那个区 上个礼拜讲过 倒跟区 那如果你想知道他的什么 比例好了 哪个地方最多 一般习惯上用什么 比例的话 我们可以用值的显示方式 把它改成什么 总计百分比 哪个地方百分比最高 OK 那你可以看到 在按排序的话 就是在资料里面呢 z到a 优标一定要记得放在b4 z到a 那显示的小数点的话 如果要到整数的话 不要点点多少的话 那就把小数点拿掉了 你会发现 最高的是万华区 OK 所以看得出来 万华区的摩托车 所以如果你骑摩托车到万华区 可能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上大索 OK 那哪边的 失窃率最低呢 就松山区 为什么松山区 失窃率这么低呢 这找的蛮有趣的 这其实还可以在追根就底 大约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那区的那个 事案率特别高吗 还是 就是如果明明你报世界 他就不把你登记进来 当然也有可能 不然就是那边的治安特别好 OK 最后当然我讲过了 你也可以再 对应一个图像 因为 如果你报表做出来了 你要把它再做什么 做一个图出来 其实就可以利用 苏纽分析图 苏纽分析图呢 如果想要知道它的比例的话 我上礼拜讲 你可以用那个圆形图 按个确定 这个地方 特别是有百分比 那我想知道说哪里多哪里少 当然最 直觉的就是圆形图 按确定 当然有立体的 不过有时候立体 我觉得太花俏了 反而失去它原来 应该要表现的 我就很单纯的 很樸素的一个圆形图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这边的话就出现 一个圆形图出来 但是呢 这个图本身 还有一些地方不合格的 像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的话 就是 当然标题你可以把它点两下改一下 这边可以改个名称吧 比如什么 行政区 机车窃盗按键 这个比例好了 OK 类似这样 好 那当然你可以再把这个 这个里面的字 要不就把它稍微放大 要是把它缩小 要是画个颜色好了 甚至把换个字形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呢 自己可以再稍微调一下 让它变漂亮一些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 用 微软 正黑体好了 OK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那哪一区 可是你会发现 再来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 圆形图很方便 比例上面呢 其实很清楚啦 最高就是万华区 但会有个问题 你必须呢 看这个颜色再去对应这个 小小的一个 其实非常不方便 所以其实应该最好的方法 应该是 把这个 图上面就直接帮我标示 它是哪一区 它是百分比多少 有没有 可是特别注意 它预设是没有 那如果你预设没有 你要把它加上去要怎么加 特别特别注意 这个圆形图的设定 也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 如果你要设定的话 你可以从哪个地方呢 其实从 上方 如果你游标只要是放在图上面 那你会发现 在这个图的上方 会有一个 叫做 枢纽分析图工具 那当然会有三个页面 其中一个是 设计 设计 设计里面找到 新增 图表项目 因为我要新增什么 新增 刚刚讲的 帮我再 把这个 它的项目名称放过来 然后呢 它的数字 比如说它的 14%也放过来 这两个讯息 直接干脆放 帮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 图上面 我这样就不用 切来切去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设计里面找到 新增图表项目 那个东西叫什么 叫资料的标签 OK 那你可以从什么 资料标签里面 直接呢 就看你要把资料的标签 放在哪个位置 它有字中就放这里面 有内测 就放 也是里面 OK 然后 还有放外面 放这个外面 也有放什么自动调整 还有什么图说文字 不过一般用最多的 我习惯用这个 终点外侧 就放在 这个圈圈的外面 一点点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 把这个功能加上去 插入 这个 新增这个图表项目 然后呢 终点的外侧 OK 那你会发现 他会帮我把什么 这边的相关数据 有没有 直接就放到这边来了 但是 还有一个地方缺了 什么地方缺 就是 上面这个名称 怎么没有帮我放上来 这样我还要看图 这样 不方便 所以如果你还要再增加什么 增加 这个 哪一个区的名称的话 你可以再做进 进一步的设定 可以从哪边 我习惯是 先点这个 上面的数字之后 按右键 然后呢 再去变更 那怎么变更 这边有个所谓的 资料标签 就上面的格式 那格式你把它点下去 这个时候呢 他会跳出 按右键 资料标签格式的话 他会出现什么 资料标签格式 设定 那预设的话 是值啦 OK 就是上面这边的值 帮我把它带到这边来 但如果说你还要再增加什么 增加他上面的名称的话 你请你把类别名称打勾就可以了 类别名称的话 其实就是把列标签 的名称顺便带过来 OK 所以你就把类别名称 打个勾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 他的那个 前面再加上类别名称 这样其实就蛮清楚的 OK 那 这样的话大概 就已经接近了 其他我刚刚讲了 如果你想说 终点外侧看起来 不OK 你可以改改终点内 底下这边还可以再调整 终点内侧长这样 终点内侧有个缺点 是如果是黑的话 假设他的底色也是 深色的话 几乎就会整个看不到了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用终点内侧 自中的话其实就类似这样 那也是一样 所以一般习惯为什么喜欢是用终点外侧 或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这种调整也没有比较厉害 他等于是这样子 好像也不OK 一般习惯是干脆放终点外侧 其他还有像什么 一些数值 看你有没有变更 如果没有的话 主要 就是可以 这个啦 其实主要是只有做这件 按右键 把那个资料标签格式 打开 打勾这个 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再把这个面板关掉 好 这样的话就OK了 甚至你旁边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delete掉 这个东西要涂力啦 你可以点一下 delete掉它 Ctrl Z 恢复 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要的话 甚至你还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 那个叫涂力 涂力 你可以把它怎么样 涂力把它关掉 看看 这边 这个是标题 资料标签 图力在这里 图力你可以选择5啦 如果我觉得你选这边图力 5 那倒不如你 比较简单的方法干脆 直接点这边比较直觉 点它 然后按delete 这样就OK了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你想说 你的老板说 你告诉我哪个区 用图告诉我哪个区 这个失窃率 是冠军 你让我凸显出来 凸显出来最方便的地方是 你就把这一块饼 让它拉出来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饼这一块 拉到外面来 你们应该有看过那种 凸显吧 那怎么把这个饼 万华区 拉出来 特别是要点一下 点一下是选这一个 圆形图 然后第2个是你要拉出来 点第2个 你要拉出这个万华区 所以你再点万华区一下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往外拉了 有没有 这样就出来了 万华区 就被凸显出来 这一块 你看 所以以后呢 你们去 停车 到万华 万华 那个什么 应该万华有个叫 那个 那个体运站 蒙甲 捷运站 蒙山市捷运站 对对对 那边要特别小心 你可能 车没听多久 车都回来 就不见了 OK 我是 很多年前 那时候 念大学 念研究所的时候 摩托车 曾经 丢过两台 这真的就 就不见了 不过那时候其实 还蛮妙的 让我体悟到一个道理 真的是 叫什么 霍福相宜 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 刚好是大学大四 考研究所那个时候 没电 把那个 刚好呢 那时候 大学 考研究所那时候是 把那个 台师大当第一次愿 就刚好呢 每天去那边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放榜 去每天就去看 后来终于看到放榜了 终于看到上面 我的名字 非常非常开心 结果呢 看到榜单之后开心 但是没多久 后来就把摩托车 起回去 放在那个 这个楼下 结果一直会觉得 一直感觉有点 不祥的预感 因为人在太开心的时候 总会有 就是说 好像会有一些事情 会发生吧 所以人真的是 不要 乐极深悲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人真的是 太快 太开心的时候 你也不要那么开心 OK 因为不久 后来发现 奇怪我下楼 我的摩托车呢 不见了 OK 所以我体悟到这个道理 真的 人 还是 不能开心太久 只能开心一下下就好了 OK 不然的话 真的可能 有可能 车就不见了 后来也没找到 OK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 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拿那个上个礼拜的 这个程式在云端上也有 就是第1个单元 你可以直接拿 拿来直接贴 有没有 这个就是在第1个单元的这边 那我当然有做一些修改啦 主要改的地方 我刚刚有提到 第2个的话呢 可以从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去找机车的切到 或者不一定机车 自行车也可以 汽车 汽车有没有做过 或其他的抢夺按键也可以 然后把它直接下载 第2个的话呢 因为要产生入接到的相关讯息 所以呢 我们 又多利用那个 Sub部分 Sub部分 然后产生 第3个的话呢 就是在 利用那个 插入这个 输入分析表 产生我们要的 把区 跟区 然后并且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 把它改成 显示方式 是改成总计百分比 因为我们强调是要百分比 哪个区 当然以后你要看你们老板想要强调什么 他如果要强调是 整个全部的比例 那你就用百分比 那如果他是要强调是数量 哪个数量多哪个数量少 那你就是用刚刚原来原始的数量就好了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 做出对应的一个什么 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我是利用什么 用这个圆形图就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 在底下 其他有比较花俏的 再把那个什么 这个 加上资料标签 并且 变更它的格式 大概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呢 去除掉图例 然后增加一个 什么标题 看起来漂亮一点 最后呢再把这个 圆形图 的最 多的那个 把它拉出来 拉的方法记得 先点圆形图一下 再点你要拉的 这一块一下 然后就可以往外拉了 OK 这样的话 我们大致上就OK了 好了 这里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一样先把这个我的画面切还给各位 说一下 这费用的 就是 这费用的 税子 就是 这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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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鸡油 黑鸡油 黄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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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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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個資料雲端上都有 至少你要知道說雲端放哪裡的位置 應該都還記得吧 就是雲端上面呢 你只要按照雲端上面 上面都有層次啦 你複製貼總會 至少啦你不要說 這個 第一個要找得到 第二個要會複製貼上 第三個會改 應該我想喔 至少基本的能力具備的話 之後會至少啊 你還會比那個圖法鏈剛快太多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產生那個 視覺化的圖報表的話 會比別人快很多 而且馬上看一目瞭然 真的你把剛剛那個圖啊 貼到PPT上面 你要秀啦 直接馬上秀就有東西了 不要說空口說白話 OK 有些東西都是用 用猜測的 那當然就不是很OK的 所以最好就是說什麼 一定要慢慢習慣 我是覺得 像那個 怎麼樣產生這個 爆表跟這個圖表 其實喔 樞紐分析表已經夠簡單了啦 說真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會用 我發現很多人對這東西 非常不熟悉 這麼好用的東西 你擺著不用 對不對 那簡直就很浪費 所以很多公司買這個軟體 花很多錢 其實真的有 產生效益嘛 那不一定啦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東西都是一種浪費 資源的浪費 所以你沒有把資源最大的話 當然就沒辦法讓 這個公司賺到錢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其實 Excel其實就已經很夠用啦 當然你說你要不要去學Python 或學一些其他圓 所以我是覺得啊 如果你連這個都不會用喔 你就不要這樣 再 怎麼講 有點像 後高霧遠 那Python能不能做 可以啦 只是跟各位講 Python裡面的樞紐分析 全部都要用寫程式的啦 而且每一行每一行都要用程式喔 結果看起來是幾乎一模一樣喔 但是每一行每一行都用程式來寫喔 所以喔 你可想的真的難度又增加多少 對不對喔 所以喔 如果你這個熟悉喔 你再去學那個喔 我當然 蠻 蠻 蠻建議的 因為你可以再更上一層 但如果你連這個的基本的了解都沒有的話 那你要學那個的話 那會更加的困難 因為你完全沒概念 連樞紐分析表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人 你要去學 用程式來寫樞紐分析表 其實有一個 那個裡面有一個外觀叫Pandas 其實Pandas 它做的事情就是樞紐分析表做的事情 只是說它是用程式來做 OK 那 當然 這個部分喔 跟各位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喔 我們上禮拜還有講一個蔬 蔬果 就是那個 零售市場的這個 OK 畫面呢 所以喔 請各位如果回去喔 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多多練習 像這些東西喔 不可能馬上就會 但是也不可能永遠都不會 如果你會的話啦 你的效率就提高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專業度的問題 OK 就是 你要在職場上面 能夠 效率提高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 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專業技能 每個地方 那不是只有電腦方面的專業技能 但其中專業 電腦的專業技能 如果你耗掉太多 時間的話 當然你就會因為這樣的關係喔 你的效率不髒 好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在 所以剛剛只是重點 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稍微複習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在接下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還有一個輕充的 對不對輕充的 那個什麼 那個 這個 零售市場 OK 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就是公有零售市場行情的這個部分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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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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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畫面再借給我一下 我再切一下 OK 一樣